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說脫髮怎麼辦 相信很多人都會聽過或者自己試過脫髮這個問題 通常可能是年紀或者壓力或者營養方面都會有影響 那袁醫生在自然療法方面 脫髮如何解決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其實身體的頭髮 其實不斷地脫落和重新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每個人每天 大家會脫掉50-100條頭髮 這是一個平均數 而一般的頭髮 在一個月內 大概是長大半寸 頭髮在夏天 會長大快 因為溫度和摩擦 會加速成長 在冬天天氣冷的地方 就會比較慢 一般來說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隨著燃脊的增長 脫髮的問題就會越來越普遍 通常男女都好 在50歲之後 就開始脫得比較快些 我們身體 一個人身體平均有5萬條毛髮 其中10萬到15萬 當然身體有很多毛髮 通常我們身體的頭髮 不斷地生長 不斷地脫落 所以一般情況 如果你發現自己擦頭髮的時候 發現有些頭髮掉下來 或者你洗完花灑之後 發現頭髮掉到水裡 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你看到頭髮掉下來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 但當你開始發現頭髮開始稀薄 以及有些斑 這可能不是正常的 要開始處理 什麼導致我們的頭髮掉下來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的遺傳 還有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差不多是最主要 導致我們脫髮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男性的頭髮的拖頭 就是那個前額 那些髮筋就開始慢慢移動 尤其是那個髮筋在頭頂 通常在四十歲 開始很多人 尤其是白種人 就開始看到 她有少少拖頭的情況 但女性那種脫髮就不同 女性通常是整體性的頭髮 就是稀疏了 是整個頭髮的 不一定是那個前額的 那也都當時有些女性 就在那個頂 那個crown那裡 或者那個髮筋那裡 就開始會慢慢地剝落 那也都有時候 在年齡三十到四十之間 就會開始比較出現 還有在那個根應期之後 那 剛才我說 其實遺傳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一般的人 如果家庭的父母 隨便一位 已經有些拖頭的問題 差不多這個審問 都有一半機會 都會出現這種 這樣的拖頭的遺傳 原醫生 除了遺傳方面 會不會有其他因素 影響到禿頭的? 其實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原來很多脫髮的原因 是我們服食的藥物 那什麼藥物會導致脫髮? 其實導致脫髮的藥物 其實很多的 包括 抗膽固醇的藥 大家都 在過去的節目 都聽過很多的 其實抗膽固醇 越高 越高 越長壽 原來很多人吃這些抗膽固醇的藥物 其中的副作用就是脫髮 還有什麼藥物呢? 就是柏金順的藥物 就是治療 所謂控制柏金順的 Levodopa 也都是的 還有很多的 那些胃股羊的藥物 Tagamate Zantac 這些比較上 Paxid 這些是胃股羊的藥物 還有一些是 抗血型結 Anticoagulant 那些薄血藥 比如Cumelin 和Heparin 還有一些是 那個痛風的藥物 Aeropyrinol 這類的痛風的藥物 還有是 關節炎 治療關節炎的藥物 譬如Neprocin Indocene IndoMeprocin 這些是很常有的 Mephotrixe 這些全部都是 對付關節炎的藥物 還有有些藥物 是由維他命A 那裡開始 做出來的 譬如很多是 Acutane Acutane是醫什麼呢? 是醫療嚴重的暗瘡 還有一些是 治療的 發洋釣 經聯的藥物 還有是抗抑鬱藥 Tricyclic Amphetamine 抗抑鬱藥物 還有 BetaBlocker 是醫療高血壓的藥物 Loplexo Induro Tenamin 這些全部都是 所謂的血壓藥 還有一個是 抗抑鬱藥物 對付處理甲藏線的問題 Din Isofile File Urasol Cabamazole 這些是一種 醫治甲礦的藥物 其他呢 好像 那些薄血藥 還有男性的荷爾蒙 很多人要練大隻 就會用這些 藥物 好像運動員都會用這些 還有很多化療的工具 都會導致這些問題 除了年紀 遺傳 剛才你提到 荷爾蒙都會影響 那是什麼荷爾蒙 會影響脫髮的呢? 那 在男性的 托頭的症狀 發現 如果我們身體 有一種叫做 Dihydrotestosterone DHT 或者雙氫卵酮 Dihydrotestosterone 這是男性的荷爾蒙 如果是過多 或者過度活躍 都會導致我們的髮囊 產生一種荷爾蒙 叫做5-Alpha Reductase 一種還原會 這種荷爾蒙 這種荷爾蒙 在前列腺製造 還有腎上腺素 以及頭皮 這些荷爾蒙 通常在男性 尤其是年紀越大 這種荷爾蒙是越來越多 這會導致髮囊退化 而減低 縮短髮頭髮的成長時段 而很多髮囊 當然會死去 也有些是萎縮 導致頭髮比較弱 而且慢慢越來越薄 越來越幼 當然 因此而死去 或者會掉 另外一種荷爾蒙 就是一種在女性根現期 大家知道 黃體激素 Progesterone 通常在女性根現期 我們會發現 荷爾蒙的改變 出現頭髮脫 現在有很多人 懂得用黃體激素 Progesterone 去處理 幫助這方面的脫髮 最近有些Progesterone 是用一種擦的 擦在皮膚上 擦在皮膚上 不是厚服 我也知道 當我們的身體 甲狀線低的時候 很多時候 在女性根現期之後 她們都很容易出現 甲狀線比較低 這些都會 無論男女都會導致 毛髮 稀疏 和變得薄 尤其是在眉毛方面 有時候 你見到一些人 眼眉毛 突然間 就好像 薄了 這跟我們的甲狀線 甲狀線低 在我們根現期的時候 或者有時候 在懷孕期間 有些女性 懷孕的時候 她們會覺得 脫髮也很厲害 這也是一個 漢爾蒙的改變 這就是甲狀線低 還有甲狀線高 也會導致脫髮 即是甲狀線 無論高還是低 都有導致這方面的問題 除了之外 我們也發現 當頭皮分泌的油脂 太多的時候 也會導致脫髮 頭皮的油脂線 通常會發大 導致我們 我剛才所說的 那種荷爾蒙 5α reductase 會多 會失去毛囊 令到髮根的營養 受影響 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吃太多 動物脂肪的飲食 都會增加髮囊 這些油脂的增加 有些人都說 當油脂增加了之後 髮囊的微絲血管 的供應會弱 即是說 血液供應不足 都是一個導致的原因 其他就是壓力 大家以後都會說 在男女也好 當壓力之下 很多時候會出現 頭髮疏落 當然 如果我們在壓力處理得好 這個問題都可以康復 其他的問題 包括自身免疫的病 或者整體性的 系統性的病 都會導致的 例如有時候 牛皮腎 和剛才所說的 甲狀腺的病 和癌症 都會出現這個症狀 好了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的飲食 如果我們飲食 是太過局限 太過局限 即是 太過局限 即是說 導致營養不良 這也是一個脫髮的原因 還有就是 我們頭髮的重金屬 那什麼重金屬呢? 就是那個 生埃的 阿神力 有時候我們可以在 頭髮的測試 都可以看到 這是不是一個原因 這次時間 差不多 稍後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於你 好久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个导致脱头发的原因 当然有些人 譬如有种遗传性的头发脱得没什么 这个其实是很难扭转的 所以有些人就会用一些直头发 始终这是一个很痛苦和很荒贵的过程 但大部分来说 除非你是完全脱了 大部分的很多治疗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也有些情况可以大大令头发重新出来 我原来脱头发的原因有很多 譬如是遗传 有些人 海尔蒙不正常 严重病患 怀孕 更年期 压力 做了化疗 或者甲状线过低 免疫力系统不正常 有霉毒 或者是有过量的维他命A 吃了 营养不良 或者是身体里面有重金属 还有头皮的血液循环差都会导致脱发 那袁医生 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我们都很强调 其实饮食应该是我们首先进行的治疗方法 很多时候因为营养不良 或者饮食差 会导致脱头发的 其实饮食很简单 最重要就是饮食要多方面的进行 我们过去都经常都这么说 吃一些完整的蔬菜 菊类 豆类 种子 果实 鱼 瘦肉 这些 就是所谓高质素的蛋白质 我也知道有一种叫做Bioctin 就是生物素 有时候你看看有些洗发水 都标明它有这个成分 其实发现Bioctin可以令到头发和头皮健康一些 也可以预防头发的脱落 Bioctin 这个生物素在什么食物找到呢 通常在那些果实那里 那个草米 Bluers yeast 是啤酒酵母 还有大麦Oaks 里面都有的 还有很多这些食物 都是维他命B 炸比较高 也都会帮助我们头发的成长 好了 铁 我曾经都说铁 铁的不足是会导致问题 所以铁是对头发的成长很重要的 铁的食物的来源就是用黑椒糖 Black Strap Molasses 这种铁汁很丰富的 每天都可以用一些 还有这些食物呢 包括那个叶绿素的食物 除了那个spinish 那个菠菜 因为菠菜会排走我们身体的铁 例如leaks cashu 那个腰果 啤梨 干水果 dry foods 还有fix 就是那个毛花果 当然我们身体也都需要维他命C 帮助我们吸收铁 所以当你吃一些铁质浓丰富的食物 最好就同时就吃一些 那个 那个 sitruous food 铲 这些维他命C 多的水果 好了 那么 还有就是吃多些果实 种子 还有 牛油果 avocado 因为这些维他命E是很丰富的 那么 还有就是那个橄榄油 好了 OK 橄榄油 你可否看到呢 在那些热带的地方 是那些人吃很多橄榄油的 就是椰子油 橄榄油的地方 他们的头发是比较美的 那当然 一些人用橄榄油做护发素 OK 那还有呢 我们的食物是需要很多 必需要的脂肪酸 在那些核桃里面 那个阿麻子 和鱼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那当然 好的食物固然重要 但是不好的食物 都要我们要避 的 有些什么食物呢 会令到我们那个 营养 就是 妨碍 是的 还有呢 我们令到我们那个 血液循环呢 是 阻挡了 那个 血液循环的问题 通常就经常说 饱和脂肪 和什么 植物 就是那个 氧化的植物的脂肪 就是食物 植物油 其实是很差很差的 那 还有呢 就是那些精炼的那些 那些 白面粉 糖粉 和很多精炼的食物 那在自然疗法方面 有些什么是针对性 脱法的自然医疗工具呀 在首要呢 在男性的脱头发那里呢 最近在医学雜誌 有一个研究的报导 就发现 有一个叫做 居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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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植物呢 含有一种叫 Beta Cetosterol 那这个呢 这个呢 那个Sopamito 大家都知道 对男性的那个 前列线的问题 很有帮助的 那这个研究里面呢 就用了19位男性 年龄介乎 23到64岁的 那他们本身呢 都有一些 轻微到中度的 脱头发的问题的 那他呢 就给他用一个 400mg 的 标准的 那个 居中类 Sopamito 还有呢 100mg 是那个 Beta Cetosterol 是 菊草醇 一日 那 那发现呢 在五个月之后呢 那头发生长呢 百分之六十的男性呢 用这个草本的 的 的 的营养素 是有改善的 而 而 如果对照做呢 是只是十一个percent的 那就是说呢 在我这个研究里面呢 发现呢 那个Sopamito 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当然呢 时间呢 都要时间久一点 五个月的时间 有时不能太急的 好了 除了这个呢 另外就是 直肚了 Silicon 也都有一个研究呢 在那个 我叫做Dermatological Research 就用了四十八位女性 因为她的头发比较稀疏的 即是是幼的 那用那个十个mg一日的 那个 他们的 酸酸酸酸 就 这个是中 直组肚酸 就用它二十个星期 OK 那发现呢 呢 复兴这个二十个星期呢 那女性呢 她的头发是硬了 是硬了 是和弹性好做的 那那记住呢 做这些这样的 就是治疗呢 都需要长的时间 就是不要 不可以心急的 那除此之外呢 刚才所说的 那个Biotin 生物素 大概拿2000到3000个 microgram一日的 那还有就是那个 必需要的脂肪酸 奥米加3 奥米加6 那我就用什么 用阿麻子油 或者那个 月健草油 或者Borage oil 那我们公司有个叫做 Women's oil 那就是用这个配方的 用阿麻子油 和那个 月健草油的 好了 那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那个MSM Methylsulfonylmethane 那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呢 是给那些关节的问题 是啊 肌肉的关节问题 那原来呢 因为它含有 硫磺这个的抗物盐 原来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头发的成长 那所以这个呢 还有就是那个手污 是吧 中国的中国人用开的手污 这个听得到 这个很多时候都可以用 那用500mg 13次 那我通常呢 我们公司有个叫做Fortil B12 就加上B12 那最后呢 就是那个香薰油 那香薰油呢 那香薰油呢 就迷蝶香 Rosemary 通常呢 我们在那个洗头 那个 Shampoo 里面 那我们会加三到五滴的 每盎司的洗头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那个头皮的血液循环的 好了 那除了我们曾经所说的七类 就是针对性的工具 那其实有些其他的工具 譬如 星 身是很重要的 那我通常呢 就是 身呢 加上铜一起用 就是很多的配方呢 就是身和铜一起用 还有就是一种 我们叫做 那个Projection 黄体激素的 那些Cream 现在很多人呢 就用一些 在皮肤上的 那这个就是 尤其是女性那些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那个酵素 因为酵素呢 会帮助我们的营养 的吸收 改善我们的吸收 营养的 所以整体的酵素 那还有呢 就是多多 就是多种的维他命 尤其是B 杂 因为B 杂 是帮助我们 就是处理压力的 那也都会发现呢 B 杂 是会增进我们健康的头发 通常我们都要求呢 就每天呢 吃50mg 一日两次 那还有就是 那个叶绿素 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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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绿素的食物 比如那个 螺旋组 那个 Corella 这类 大蜜草 小蜜草 这些都是一种 很好的营养 除此之外 就是B 杂绿素 这一节 时间差不多 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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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a-l-h-e-a-l-i-n-g-dot-com-dot-h-k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脱发怎么办 袁医生刚才提到 食物方面应该是如何帮助脱发这个问题 那同类疗法方面有没有帮助脱发的 在同类疗法方面 我们用的疗剂都是处理人的整体状况 譬如有一个疗剂的白生埃 这个也会帮助的 这种什么情况会用到疗剂呢? 通常这些人就比较紧张 很多充满恐惧 当然是因为那个压力之下导致的 那这个Aceticum Album 那个白生埃是一个很好的尿剂 那还有就是Ignatia 就是铝宋芒 那通常铝宋芒是因为情感的创伤 不开心啊失戀啊 导致脱发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石虫 Licopodium 那通常这种形的石虫型的人 就容易就是早年就是脱发的 很开心啦 那二面的人当然是很喜欢吃咸的 那二面的人也都不太喜欢 不喜欢晒太阳的 经常要带着太阳眼镜啊 很怕光的 另外一种就是铃宣 那铃宣的脱发呢 通常个人特别疲累啦 不单身体疲累啦 那也都可能呢 因为悲伤啊 不开心啊 是导致的 那铃宣的人呢 很有趣的 他是比较呢 是很喜欢喝那些汽水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蜜鱼汁啦 那蜜鱼汁的脱发呢 很多时候呢 是跟我们那个 荷尔蒙的那个失调有关啦 尤其是女性的 是根延期 或者呢 就因为呢 是用了很多那个 Bird Control Pulse 就是那个避孕药啦 或者可能呢 就因为在怀孕期间 那我就会考虑呢 就用那个蜜鱼汁啦 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直肚啦 就是Silica啦 那通常呢 Silica呢 就是因为那些人的 长期的慢性病 啊 导致营养不良的 那这种型的人呢 Silica的头发 通常是比较脆的 那这个人呢 也都倾向比较瘦啦 怕冻啦 以及就是没什么 没什么耐力 是很容易累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同学的疗法呢 是会考虑到 会用那个几种的疗剂啦 好了 除此之外呢 当然啦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啦 比如 按摩啦 尤其是头皮的按摩啦 主要呢 希望我们的头皮 那个 那个血液循环呢 是加强它啦 令到我们那个 那个发囊呢 是能够 即有血液的 暢顺呢 是会增加 那个营养的吸收啦 那在 香芬那里呢 我曾经都说啦 用那个 霉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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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典呢 就是在头皮呢 是做一些进行的按摩啦 那我们都 香芬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压啦 有时 在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香芬油 比如那个 那个 芬衣草啦 罗马金的金谷啦 Chamomile啦 那个 末里啦 Jasmine啦 玫瑰啦 和天竹葵 这都是一种 叫做舒缓的作用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在 沖浴啦 浸浴啦 或者是按摩啦 或者用一些噴霧 是可以 就是 就是 由那个鼻孔来到 吸收啦 那这都是一种 香芬油的帮助啦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 减压啦 我就跟大家说啦 很多时候呢 压力是一个主要导致我们的问题的原因来的 那当然 减压的方法呢 就很多很多种的 那我们可以 用一个 运动的方面去减压啦 那通常呢 最简单的运动呢 就是 就什么呢 就是 走路啦 是不是 香港人都很多机会呢 就是 很多地方是可以神运啦 走路的 那还有呢 就是 那个头发那方面要护理啦 很多时候呢 我们用那些梳呢 要用一些 就是 不要那么尖锐 刮伤头皮的那些梳啦 那还有呢 就尽量呢 在那个头发干的时候呢 才去梳它啦 还有呢 就不要用那么多的吹风筒 大家知道啦 吹风筒呢 始终是破坏我们的那个头皮的 那当然呢 就 染头发也不好啦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它啦 这些都是 全部都是对我们很伤我们的头发的 那 所以 如果你 疏头的时候呢 就是 你都记住呢 就不要拔得太厉害 有些人扎马尾 拔得很紧的 其实这方面都要小心的 那 最后呢 就是那个睡眠了 就是 记得 身体所有的毛病呢 都是可以用睡眠呢 是帮助我们康复的 是 身体整体的头发的康复啦 是 头发的整体的那个生长啦 那所以最紧呢 睡觉要足 起码一晚呢 或者起码睡八个小时 或者以上的 因为我们身体是需要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啦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以 Skype 以及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会诊 但要需要预先安排 可以打2577-3798去预约 或者email给我们 csatnaturalhealing.com.h 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哎呀 你轮转天来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陆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